西洋菜谱 哈喽大家好 西洋菜谱每周分享 今天分享香煎虾饼 准备的材料有 去头虾大概一磅左右 还有一条腊肠 两条香菜 配姜料油 生抽 虾姜粉和胡椒粉 虾我们先把壳剥掉 剥完以后用牙签把沙肠挑出来 从尾部轻轻的把它挑出来 把沙肠清干净以后我们拿去洗 把它洗干净 洗个三五遍 把它洗干净以后沥干水 然后用几斤再吸一吸干水 把多余的水分挤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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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虾把它拍扁 如果死宽口感好一点的 我们可以拿一半来切 小粒小粒的 这样等一下做起来 比较有口感一点 我们把一半把它切一切 一半拿来做成肉饼 一半把它切小粒这样 切沙粒的 我们就随便多几沙就行了 不要多太辣 就可以了 多沙粒的 我们就把它多成小粒 很快就起焦了 只锅一两分钟就好 可以了 我们可以把它 跟沙粒放在一起 沙粒里面可以配一点肥猪肉 或者配一条辣肠也可以 这样子就比较香一点 不加也可以 加了就有点肥油 比较香一点 大部分人喜欢加肥油 因为我怕太肥了 所以加一条辣肠 也非常香的 香菜我们洗干净以后 我把它切碎 多好的沙粒跟辣肠 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然后我们开始调味 大概三分之一茶匙 沙姜粉 三分之一茶匙胡椒粉 一茶匙的生抽 小许盐 小许糖 半个茶匙鸡粉 一个茶匙料汁 全部把它捞一 最后我们把香菜 也放进去捞一 捞均匀 捞均匀以后 我们戴个手铐 甩一甩它 这样比较爽口 最后我们烤入一茶匙油 再捞一捞匀 放冰箱 放冰箱 腌个半个小时 就可以煎了 平底锅里 放入两三匙的油 烧热 把腌好的沙粒 放在手里面 把它搓软 然后把它压扁 就可以煎了 尽量不要太厚 因为太厚的话 煎的时间比较长 自己洗饭就好 大概煎个两分钟左右 就可以翻过来 怕不熟可以摘一摘盖 我们每面都煎了差不多三分钟的 应该熟透的了 如果薄一点的 煎的时间会短一点 因为我这个比较厚 然后我们关火 差不多 哇好香 好我们的上煎沙饼就好了 希望你喜欢哦